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今夜笑话》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 喂食膜乌龟不玩滑手机 因为他怕按键太快 2. 喂食膜咖啡不学游泳 因为他不想变成美式 3. 喂食膜松柄不看恐怖片 因为他怕吓得发软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为什么乌龟不玩滑手机 因为他怕按键太快 各位亲爱的学生 历史爱好者 以及偶然迷路到这里的网络游民 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深奥 而又充满哲理的问题 为什么乌龟不玩滑手机 传统智慧告诉我们 这是因为他怕按键太快 但这背后其实隐藏住深刻的文化 生物学和科技的交织 首先,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 乌龟是以重动作缓慢的生物 它们的代谢速率低,行动缓慢 这是它们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 在自然界中 乌龟不需要快速反应来捕食或逃避瑞食者 因为它们的坚硬外壳提供了足够的保护 因此,如果乌龟有手机 它们可能会因为生理上的限制 而无法快速打字或滑动荧幕 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怕按键太快的科学解释 再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 乌龟在许多文化中像止住智慧、长寿和耐心 它们不急不躁 慢慢地享受生活的每一刻 这与当今社会中人们对及时通讯 和快速资讯的渴望形成了鲜明对比 乌龟不玩滑手机 或许是因为它们懂得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中 保持内心的平静和缓慢的生活节奏 最后,从科技的角度来看 乌龟不使用手机 也许是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适合的手机套餐 想象一下 一只乌龟在等待网页加载 或是等待一条短信发送的时间 可能比它从一头走到另一头的时间还要长 而且,乌龟的触控技术还没有进化到 能够与现代智慧型手机的荧幕相容 总结来说 乌龟不玩滑手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它们的生物特性到它们在我们文化中的像纸意义 再到科技的实际限制 但不管怎样 这个问题提醒我们 有时候放慢脚步 像乌龟一样享受生活的悠闲 也许是我们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所需要的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你的手机 也许可以问问自己 我是不是也该学学乌龟 放慢速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咖啡不学游泳 因为它不想变成美式 哈哈 这个问题真是既幽默又富有想象力 首先,让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笑话 这里的美式指的是美式咖啡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黑咖啡 它是由热水和咖啡粉混合而成的一种咖啡饮品 这个笑话的幽默之处在于 它将咖啡拟人化 并赋予它一种不想被稀释的个性 就像人们可能不想跳进水中一样 因为他们不想弄试自己 现在,让我们从一个枝骨见筋的角度 来深入探讨这个笑话背后的故事 咖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 最早地记录出现在15世纪的野门 当时的苏菲派神秘主义者 使用咖啡来帮助他们 在长时间的宗教仪式中保持清醒 从那时起 咖啡就开始了它的全球旅行 成为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 多种多样的音品 美式咖啡的起源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国士兵在欧洲服役时 由于不习惯当地浓烈的咖啡 他们会加水来吸食咖啡 使其口味更接近 他们在家乡所喝的咖啡 这种吸食后的咖啡 就被称为美式咖啡 现在回到我们的笑话 如果咖啡能够拥有自己的意志 它可能会选择保持自己的浓郁和纯粹 而不是被吸食成美式咖啡 毕竟 美中咖啡都有它独特的风味和个性 就像人们一样 有的人喜欢冒险和尝试新事物 而有的人则更喜欢保持自己的本色 所以 下次当你品尝一杯咖啡时 不妨想一想 如果这杯咖啡能说话 它会告诉你什么故事 它是一位热爱冒险的探险家 还是一位坚持自我 不愿意随波逐流的个体呢 无论如何 这个笑话提醒我们 即使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事物 也可以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和幽默感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为食魔松饼不看恐怖片 因为 它怕吓得发软 哈哈 这个问题真是既可爱又有趣 当然 松饼是一种食物 它们没有情感 也不能观看电影 但是 如果我们将这个笑话 放在一个更加幽默和比喻的层面上来看 我们可以从中发掘一些深入的见解 首先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松饼 松饼是一种烘焙食品 它的特点是蓬松和柔软 这种制地是通过在面糊中加入发酵剂 如泡打粉或苏打粉来实现的 当这些化学物置于面糊中的其他成分反应时 会产生二氧化碳气泡 这些气泡在烘烤过程中膨胀 使松饼变得蓬松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恐怖片 恐怖片的目的是 为了引起观众的恐惧和紧张感 通常通过惊吓场景 悬疑的剧情和恐怖的氛围来达到这一效果 当人们害怕时 他们的身体会有一系列的生理反应 比如心跳加速 肌肉紧绷 甚至有时会感到虚弱 结合这两者 这个笑话就产生了 卫士魔松饼 不看恐怖片 因为 他怕吓得发软 这里的幽默之处在于 我们把松饼人格化 赋予他人类的情感和生理反应 当然 松饼不会因为恐惧而变软 但是这个笑话 巧妙的将人类的恐惧 反应和松饼的蓬松之的相结合 创造出一个有趣的形象 一个害怕恐怖片到发软的松饼 这个笑话还隐含了一众对日常生活的幽默观察 提醒我们即使是最普通的事物 也可以通过创意和想象力变得有趣和生动 所以 下次当你想用一块松饼时 不妨想想它 是否也在担心被什么事情下的发软呢 这样的想法 或许能让你的早餐时光增添一丝乐趣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 为什么乌龟不玩滑手机 为什么咖啡不学游泳 和为什么松饼不看恐怖片 这些有趣的问题 虽然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很严谨 但它们教会了我们一些重要的道理 首先 乌龟 咖啡和松饼 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事物 这些问题提醒我们 我们可以从最频繁的事物中 发现幽默和智慧 其次 这些问题背后 有着深刻的文化 生物学和科技的交织 从乌龟的生理特性 到咖啡的历史故事 再到松饼的化学原理 这些问题引发了我们对生活和世界的更深入的思考 最后 这些问题教会了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 就是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 放慢脚步 像乌龟一样享受生活的悠闲 也许是我们所需要的 同时 这些问题也提醒我们 即使是最普通的事物 也可以通过创意和想象力 变得有趣和生动 所以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这些问题有什么看法 或者有什么其他有趣的问题 想和我们分享吗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